第9题,丁丁拿4杯水溶液的玻璃棒分别沾湿广用柿子,请问哪一杯溶液所滴的柿子颜色明显与其他柿子不同? 我们看到我们的甲氯化钠,氯化钠溶液水是呈中性的,而我们的乙是蔗糖,蔗糖溶液水不解离,所以它也是中性的。 我们的饼是酒精,酒精溶液水也是不解离,所以它还是中性的。 而我们的丁是浓硫酸,它溶液水会成为酸性,所以我们晓得我们的丁的性质跟其他的不同,所以它的广用柿子的颜色会不一样。 第9题,我们说,请问哪一杯溶液所滴的柿子颜色明显与其他柿子不同?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、丁。